明明 林英雄先生 今天早上接受我們訪問的時候 他有談到說 推動仇組政團的事情 就我們了解現在這個政團的名字叫做公民組合 你怎麼還看待說這個第三勢力的仇組政團 對民進黨的衝擊 在过年期间我曾经和林前主席见面 大家聊了很多非常清楚 义雄雄他的想法做法 我们也都非常的彼此知道 台湾社会因为民主开放多元 大家都能够从各种不同的角度 来表示不同的立场 意见 这都不是一个政党能够代表全部 那我也深深同感 并且老实说 到了今天我们看到 越先进民主的国家 越会有各种公民力量出来 大家可以从各种方面来合作 而各种方面的合作 甚至于政党 可以来参加各方面 整个民主政治 这不是只有一个政党就够 要各种力量 甚至也有很多专为一个理念 成立政党在欧洲 在美国 在日本都有这种现象 所以各种力量让它显现出来 不是坏事 也本来就是我们民主运动努力 应该有的结果 也是台湾社会会渐渐走到这种程度 我们反而应该来用更开阔的态度来看待 主席又被接受 民主席要组这个出发事务 民进党难以接受 谢谢 是不是民进党难以接受 那个公民团体难以接受 民进党或民进党难以转型 不会我觉得整个要认识到 社会越自由越开放就会越多元 不是一个政党能全部包容 能全部涵盖 那民进党也不能 也要认识 也不会想说 反而大家都可以合作 大家都可以互相 从各方面一起为民主多元的社会来努力 这是民主成熟社会 会越来越有这种现象 应该要能够接受 而且大家一起努力